看完台湾 我是张宁 开始要来关心到晚间的最新消息 要来看到的是林秉书呢 因为先前欧打立委高嘉宇 被起诉伤害等多项罪行 积压了7个多月 在15号的时候 新北地医院做出了裁定 让林秉书可以以80万元交保 但是必须要限制住居 同时不可以出境 出海8个月 不过消息传出 让高嘉宇的心情相当的差 透过律师表态 认为半个月前 地医院才驳回了林秉书的申请 如今却是这样子的结果 完全没有办法接受 把港湖女神立委高嘉宇 打造伤痕累累 林秉书积压7个多月后 15号突然找法院准许交保 林秉书父亲筹出交保金80万元 赶往新北地医院办理交保 林秉书不出看守所后 林父一度喜极而泣 上前拥抱 但他却神情恍惚 随父亲离开 精神不济 然后讲话上有点屡无伦次 爸爸这边的话 当然知道儿子可以出来 是非常的开心 想赶快继续送儿子去医院做治 因为他母上带儿子 去给老婆看看 这样子的一个恶劣的人 我觉得不能再让他逍遥法外 这个月一号高嘉宇才首度 以证人身份出庭 和昔日男友当庭对治 听到消息 难以接受 林秉书才令执行羁押后 4月27号还延长羁押两个月 6月27地医院才再度延长羁押 月底更驳回林秉书抗告申请 没想到才过半个月却突然准许交保 高委员听到这个消息 然后他第一时间赶到请天披衣 那才在半个月前 就是法院才驳回林秉书先生交保的申请 怎么会半个月后情况有这么大的变化 委员对法院的这个结果 觉得没有办法接受 新北地医院给出交保理由 认为证人交互结问完毕 相关证物已经扣案 垂涵后才提出80万保证金 可以停止积压 但限制出境出海八个月 同时必须每天到居住地 台中市警局报道 但最终结果 却让高嘉瑜心情大受影响 也恐怕恶毒伤害 接着我们叫黄尘博 台湾不打